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好 我是老夏 今天我们来做一款甜品 苹果馅饼 首先咱们来调面糊 这个是香炒精 没有准备的话可以不用放 搅拌一下 然后再把干性食材加起来 为了增加蓬松的口感 可以在普通的面粉中摻一些低筋面粉 搅拌到没有明显的面粉颗粒就可以了 苹果去皮以后呢 切成小块 直接倒进面糊里来 拌匀了之后就可以炸了 先来测一下油温 放一小块面糊 如果面团在滴落到油锅中的瞬间 面团周围迅速产生大量的气泡 油温就差不多达到180摄氏度了 这个就是我们要用的油温 盛一勺面糊慢慢放进来 为了避免油温降下来呢 一次不要炸的过多 每一面大概炸两分钟左右就可以捞出来了 最后再趁热撒上糖粉 苹果馅料经过高温的炸汁会变得非常的香甜软糯 可以搭配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一起享用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记得关注我 我是老夏 我们下期再见